各位好,我現在來講解這一台KV4218割草機 美國式的割草機的使用說明 先檢查機油,使用前先檢查機油 引擎看有沒有機油 把兩邊的塑膠固定板 拉開,檢查機油 機油在這裡 機油尺,看有沒有到那個合乎的規定裡面 機油尺 有了之後,記得鎖緊 這添加機油的地方 還有在泄機油的地方 先開來 泄機油的地方 在漏機油的地方,泄油 再換機油,從這邊泄油 把螺絲轉開 這邊是泄油管 這邊,上面那個防蓋子是加油孔 機油的加油孔 還有汽油呢 汽油,汽油桶在這裡 等一下 我們添加了汽油孔,我們有附帶一個漏斗 你放上去 添加這個汽油比較方便 從那邊添加 好 先介紹腳煞車 腳煞車,來 腳煞車 這是煞車 固定腳煞車 我們有一個拉桿 有一個拉桿可以固定腳煞車 這樣就煞車煞住了 這樣就煞車煞住了 煞車再踏一下 它自動彈尾 好,這樣就解除了 好 要發動這台車以前必須做的動作 這個是手油門 我們畫面看到的是手油門 手油門要把它推到底 推到底 好,踩煞車 煞車要踩下去 轉動那個鑰匙 車子就可以發動 發動之後 把油門往後搬 把油門往後搬 好 這個是大燈的 大燈開關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割草的電池 電池皮帶 電池皮帶開關 電池皮帶開關 然後這個是 計時器 計時器 我們車子前進後退 怎麼樣前進 踏板往前 這樣車子就前進 往後 車子就後退了 車子就後退了 車子發動的時候 要割草 要割草 要把這個電池開關往上扳 然後就可以帶動割草盤 往下 割草盤就停止了 往下刀割草盤就停止 然後我們割草的高低 割草的高低感 在這邊 越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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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草盤越放下 割的草越低 割的草越低 我們割的草就會越低 然後要啟動刀盤以前 要啟動刀盤以前 會建議把割草盤 往最上面扳 往最上面扳 啟動刀盤之後 才來放那個 決定刀盤割草的高度 後面有一個 空檔的拉桿 車子如果要用推的 要我們要用人稍微推 前進後退 一定要把它拉出來 這樣才是空檔 車子才可以推的動 把它 我們要開的時候呢 就把它拉 壓進去 這樣車子才會行走 但是這時候 你推不動 你推不動 我們等一下來示範 來示範 如何 如何 啟動刀盤 引擎發動的時候 刀盤放在最上面 刀盤放在最上面的位置 然後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下電池開關 這時候再來決定割草的高度 這樣開了 踏向前面就可以開始割草了 不要割草的時候 然後要停止割草的時候 油門 油門放小一點 放小一點 然後按下電池開關 按下電池開關 這樣就完成沒有在割草的時候 按下電池開關 按下電池開關 按下電池開關